好,现在各位看到这两个是滚珠开关感测器 它的作用是用来测试你的倾斜是往哪一边 所以在这个结构上,在这个圆筒状的里面 它其实是有一个钢珠 所以当你往这一边,珠子会往下掉 当你往这一边,珠子会往另外一边掉 所以它是用来侦测你是往这边倾斜 还是往那边倾斜的一个 侦测倾斜的一个模组感测器 所以它也是一个所谓数位输入型的 因为它只有两个方向 数位输入模组它一样有三只脚 VCC跟GND一样是提供模组的供电 除了模组供电之外,当然这一支是讯号角 所以把它接到数位输入D0到D13 模组就会告诉你说我现在是往下倾斜还是往上倾斜 有的模组上面还会附挂一颗LED 这个也是同时告诉你说模组现在的状态 是往上倾斜或是往下倾斜 所以它们都是属于数位输入的开关 我们来看一下滚出开关的使用 接线的方式一样是GVS中红橘 GVS然后接到我们的数位输入的接角Digital 0到13 我们这边的示范是接在D3这一排 一样是中红橘按照次序把它接上去 接上去之后我们的程式 因为我们要去看第三只脚的数位输入 所以我们一样把这边用的一样是Transformer做范例 所以我们先启用第三只接角当做输入 然后接下来我们去看数位接角3的值 因为这个值没有办法直接显示出来 所以我们还是使用小猫的外观 缩 然后把这个值丢进去 第三只脚 然后每0.1秒缩一次 每0.1秒缩一次 那这个缩的动作让它重复不断的侦测 它就可以重复不断的把最新侦测的值给缩出来 那我们一样加一个点滤期 那当我action的时候呢 小猫呢就会告诉你 我现在是1还是0 因为它是一个数位输入 当我们程式拉好之后呢 我们把它action一下 那你就可以看到 当我的模组往这边倾斜的时候是1 往另外一边倾斜的时候是0 所以它是一个判断 借由那个滚筒里面的珠子往哪边倾斜来判断说 这个东西是开还是关 或者是往哪边倾斜 然后会告诉你的拉对农这样的一个资讯 那所以当我们从这里观察到之后呢 第一个你要观察的是它可不可以正常运作 那第二个你要观察到的是 当你是往哪一边倾斜 它是1还是0